喂喂喂,大家好,歡迎收看中佬TV 今天為什麼聽我的聲音會突然這麼響亮呢? 因為中佬TV已經推出了1000人訂閱 給大家看吧 中佬TV的頻道 在一個月之內 已經達成了1000訂閱者和4000觀看數 已經成功符合了Youtube的合夥人計劃 資格 現在最新人數是多少呢? 讓大家看看吧 對 到今天為止 2月26日 目前訂閱人數共有1782人 非常感謝支持我們中佬TV 在這裡衝心感謝1700位訂閱者 支持我們中佬TV 另外我在這裡也衝心感謝中佬TV的其他成員 出心出來拍了很多不少的影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中佬TV在現在的時候 當時是比較夠拍的 什麼都拍一拍 第一條影片 其實 大家看看時間 是2022年1月21日 當時 在台的原因就是 香港就一億大獎 很久沒去過一億大獎 所以當時拍一條影片 當作是中佬Vlog 當時 觀看人數 都比較 少 當初這條影片 我們剛剛起家的時候 中佬TV就有個中佬Vlog 少得可憐 只有82個觀看 但是不會再次我們中佬的熱誠 於是 我們就搞了一個直播 開六合賽 當時還沒有準備 直播和開某個網頁 打算直播那七個號碼 但是搞成就 都搞不成 還要給我一些網民小狗 已經是搞豬完畢 但是我依然搞來搞到一個搞豬結果 也很搞笑 但是 又很奇怪 原來 那群網民 唯一唯一唯一 吹水 然後說六合賽怎樣 組合 突然間 觀看次數 到了3600 因為這樣 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的 中佬TV 就想搞多些多元化的東西 看上去 其實這次數 都比較少 除了這次 開六合賽之餘 吃正條水 是3600 算是比較 最好成績之餘 其他 那些 說中村 疫情 全部都 比較少可憐 全部都看到了 我自己都試過 瘋了 要吃 賣了很多粥食麵 都拍的 但是都是 不適合口味 沒有什麼人看 所以那時候 剛剛開始 那個月 開頭 在這裡很苦惱 為什麼會 怎麼可以 1000個訂閱 和4000個訂閱小時 因為太少 少得可憐 為什麼會這樣 但我們沒有氣餒 然後 我們就 開始想一想 究竟我們中佬TV 拍些什麼 大家又舒服又開心 之後 我們想到 我們喜歡 大家為一位 就是喜歡 跑馬帝 於是 我們一致 我們中佬頻道 分了一個部分 叫做中佬賽馬環節 就是講我們幾個人的 一些提示 分別有 軒sir 有 唐叔 有 有 還有 丹尼老師 還有其他的 中佬成員 慢慢都會有 不同形式 會有 賽馬篇 也會有 生活上的 博科知識 或是到時 美食節目 都會慢慢拍出來 現場吃完 多人看的就是 菜馬 所以我們都 陸陸續續 都拍了不少的影片 大家看看菜馬的環節 最新現段 我們有2月17日 這條影片 已經是9小時 出了9小時 已經有 4437人觀看了 Tensure那條 死火馬 比較誇張 基本上 訂閱元素 不停增加 然後我們的訂閱時間 因為它已經超越了 很多 平時我們覺得 無可能的 觀看時間 系統數據率 給大家看看 我們只是用了一個月時間 我們就由一個 無可能的事變 一個有可能的事 就是 28天都不夠的時間 我們可以將 1000 scriber 和 4000小時的觀看 我們就是這樣 KO了 所以在這裏 多謝各位 也多謝我們自己 堅持下去 就拍片給大家看 因為剛剛開台了多久 所以我們的 素材 都比較 少一點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會盡量 想一想 有沒有其他好的事 除了賭馬之遙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事 和大家一起 拍出來 給大家欣賞 暫時性 多謝各位馬迷 我們依然 繼續刨馬 依然繼續 出提示 依然的話 多謝大家繼續觀看我們 支持我們 至於完成了 Youtube合夥人計劃之後 會有什麼好處呢 我跟大家說說 很簡單 就是 盈利 就肯定會 收入 證明 由這一刻開始 我們弄盡了 菌綁的東西 帳戶 戶口 就可以 慢慢收到錢 我們就可以更加壯大 我們自己的中佬TV 這個頻道 賽馬編定是我們的 貼膽節目 明天跑馬 希望各位馬迷 明天多贏 現在看在影片下方 就是我們怎樣申請 盈利的一些步驟 好了 我們下期見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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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